曾国慧呼吁全体立法会议员留任 他又表明不会就立法会出决议席补选 特朗普发出行政命令 限令TikTok母公司自折跳动 在90日之内撤离在美国的业务 高雄举行市长补选预计晚上大约7点有结果 各位 现届立法会可以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呼吁全体议员留任议会共同应对疫情 他又表明没有计划就立法会出决议席补选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 民主派议员仍然未决定是否留任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说 常委会的决定合情合理 符合香港整体利益 呼吁全体议员坚守岗位 他又说会完善选举制度同方法应付特法情况 对于议会有几个议席出决 曾国慧表明不会补选 曾国慧表明不会补选 要重新补选的话 那里也牵涉到二三百万人 二百多万人的选民 那情况也一样 如果没有理由说你现在去押押选举 同时你又说我去进行补选 另外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陆续到 香港协助全民志愿检测 曾国慧强调他们完成工作之后会离开 说到最后他们来香港 他说真的他都是帮香港人 帮你们去做防控的工作 我看到有些恶意蓄意那些制造谣言 在抹黑这件事千万不要这样 说到最后 这是我们自己香港人自身安全的问题 至于香港和内地以碰国门 推行互应健康码计划 曾国慧说技术安排已经大致完成 疫情受控之后会再和两地商讨 母线电视机者从事报道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朱强调 全国人大常委商讨立法会真空期问题的时候 完全没有考虑议员资格问题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认为 民主派议员应该留任 四个参选立法会被裁定提名无效的 现任议员三个都属于公民党 现在可以留任多至少一年 主席梁家杰认为民主派不应该放弃议会平台 如果去年没有民主派的议员在立法会 这个无道的政府 它可以长驱直进 一个发言一个反对票都没有 就将你送中了 尤其当现在疫情是这么严峻 它又有限聚令 你街头的运动 群众的运动已经是很难 是很大规模做的 如果你连议会的平台都放弃了的话 我作为一个选民 我便觉得 你这个民主运动 后续是怎样的呢 四个现任议员是否可以留任一度有争议 但有份列席人大常委会的 副主任谈慧珠透露 会上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他又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将立法会继续运作 变为理职是合理 他又说民主派是否留任是个人决定 只要有过半数的议员开会 不会影响立法会的运作 无线电视记者李游昆报导 民政事务总署扩大社区检测计划 去到荃湾藏山村收集烟饰纸样本 今次的检测是针对藏山村寿山流居民 不少人一早到收集检测回烟饰纸样本 穿上保护衣的工作人员为他们量体温 有核对样本条码和交的文件是否齐全和准确 居民要自行用棉花棒收集烟喉样本 站里面有告示教居民要怎样做 都是医护人员弄好一点 始终自己都不是专业 小朋友这些就难搞一点 小朋友这些就有些反应有声 对于有建议推行健康码 有健康码才可以到商场食肆 居民就反应两极 我想去哪里是大家的个人的自由 健康码并不可以完全代表到 那个人在那一刻是绝对安全的 亦都有误測的可能性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你去限制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自由 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想回大陆去逛下吃东西 去玩玩 现在不能去 就变成香港真的很闷 例如我想出外 我有个健康码 证明我没事就可以了 我今天也看到没有 我不知道明天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准的 健康码给了我 问我 是的 我然没有事 但是下次我不知道 民政署未来几天会到屯门蝴蝶村等大厦屋村 继续派发和收集样本 呼吁有关居民积极参与检测 母亲电视机者关可围报道 在台湾高雄举行市长补选 预计夜晚大约7点有结果 由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投票时间由超早8点到下午4点 基于防疫民众入票站都必须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票站地上亦贴出标示要求保持社交距离 有民众说当地疫情不严重 不担心出门投票 高雄元市长国民党的韩国瑜100年当选 但今年6月被高票罢免 触罚这次补选 那些政见还有那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观察、会看 因为我们担心高雄都不会进步 那如果说它的政治理念 就符合我们所讲的民主、自由、法治的话 当然就是同样的人 三位候选人竞逐 叶本既是前年输给韩国瑜 民进党前行政院副院长陈奇迷 隔壁的香港现在不能投票 所以投票决定自己城市家乡的未来 对今天之后 我也相信说高雄未来的发展 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 雨过天青 国民党派出现任市议员李薇津参选 主席江启臣陪同投票 今天天气还不错 那我觉得投票率应该也还不错 你有没有信心 会不会感到人家 平常心有信心 高雄加油 今天不管怎么样 最后的赢家一定是高雄 另一个候选人是民众党高雄市议员吴益正 由子女陪同投票 市长补选的当选人将继续剩下的任期 到后年年底大约两年四个月 目前电视珠台湾记者欧国禽特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 酷热局部地区有罩雨和雷暴 吹轻微至和满偏南风 1点钟气温是33度 相对湿度66% 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11 强度属于极高 新闻报导员再会